下班后总希望快点回到身心放松的居住空间 在书药的环境中如何创造丰富个人生活色彩呢? 丘旋大设计师在复杂的世界中看见简单的可贵 在简约的哲学中尝试华丽地颠覆行为 从来没有停止对于美感的追随 我们调整光影 创造机能 堆起角度 悠然行走于不可能的道路 一直以来尝试串联空间 风格内外 持续探究标与理的差异 混合时尚与怀旧 人文及古典 创造独一无二的设计与味 刚进来这个空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空间切割的比较零碎 室内大概是三十平 本来是两房的格局 它其实就是两人生活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规划成一房 一间更衣室 客厅 开放四处 因为屋主本身是从事这个服装设计 我觉得在这个空间里应该会更有个性 跟屋主本身给人的感觉 我也觉得比较一致 当设计师遇上设计师 在互相沟通激盪下 看修炫达设计师如何化解狭窄的空间问题 创造新意念 造就开阔流畅的空间新面貌 一进玄关我们利用格栅的部分 从入口跟客厅做一个区隔 部分的日照可以经过格栅 做一些光影的表现 被墙的部分 我们利用打造的手法 创造一个创商成就的一种氛围 也代表了屋主在从事服装设计多年 等于是职场上历练的一种感觉 当初这个空间里面我觉得 厕所的位置不是很理想 我希望是可以用一个很立体的造型去凸显它 包含从入口的部分 或是在客厅的部分 甚至在厨房的空间我都能够看到它变成是一个空间的一大特色 所以我们在主桥面就是用了一个凹凸面的马赛克砖 那其实跟它这个厕所入口的这种凹凸面不对称 其实有点不异 这个空间我们使用的材质其实非常的多元 比较不受限 像工业风的元素 铁键或这种水泥面或是化石 甚至说我们带有一点灶面的这种实际材质的地板 只要符合我们的特点的话 几乎都可以把它纳入来 屋主喜欢这种比较自然 比较粗犷一点 所以我们运用了清水膜的面材 所以它的客厅的电视墙 主卧的背墙 我们运用了这样的一个特性的材质 屋主希望在这个开放空间里面 有一个可以聚会的场所 那这个场所也许是喝咖啡喝茶 中导的部分设计的话 我们希望它跟旁边的厨具 是连贯的比较深色系的 所以我们就运用了这样的 使音材质的台面 作为它的一个主要建材 我希望还是营造出一个更穿透 或更开放 或更自由的一个空间 比较符合它的需求 我们特别把这个墙面塑造 是有点等于是有点立体面 然后再经过上色 它非常喜欢这种有点带有点粗犷的感觉 它又希望这个空间里面 粗犷中带有点细腻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一些软件或者是家具的部分 比较偏向于比较细腻的家具 那我们希望是说不要在旁边是一个厕所板 那我们利用一些线条一些凹凸一些不规则 作为它的墙面 同时也隐藏了厕所入口的位置 收线原本屋高 尽量把它添加到最高 上升到最高的高度 屋主其实不用那么多的房间 在另外一个空间我就是把它规划成更衣室 跟一个化妆桌或一个休息的地方 主要的功能还是着重于收纳 旁边的柜底运用了一个绑清水膜的材质 那其实跟空间是会比较呼应 具有一些耐磨耐刮的耐用的一个特性 希望在这个空间里面 在窗边有一个等于是屋主的一个小角落 它也可以在这边看看书 我们在这边设置一些卧榻的机能 同时它一定会具有一些收纳的功能 房间的部分其实有压量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样在床头的部分做了一点造型 同时下方具有收纳的功能 在屋顶的部分我们做了一些写屋顶的设计 让它的凉就比较不明显 还是希望呈现它有一点岁月的感觉 那同时在这部分又有点金色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仿袖砖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它同时会带一点金色的味道 其实在组艺的部分你会发现它的镜子是有点斜面的 这个空间是它希望以后可以退休或养老的空间 也希望说将来万一就是说有行动不便 需要做轮移的时候 也可以同时便利地使用这样的一个镜子 邱炫达设计师利用材质及颜色的特性 除了延展的空间视觉感受外 让不完美的格局巧妙幻化 并交织出具统一性的空间线条 使空间发挥到最大效益患然一新 其实这个厨房的壁面 比较特别我们用了三型的二定挂 那其实二定挂通常都会用在屋外 那我们这一次特别卡达用在室内 其实它是一个CP值蛮高的一个产品 它单价不高 同时也具有我们要的 其实是比较立体这样的一个特性 在这个小小空间也尽量让它可以 做成比较大的收纳 所以厨具的对面我们还做了一个电器柜 因为在开放室的空间里面 收纳的重要性其实会显得比较高 这个留言板它同时会用一些 比较特殊的一个线板的造型框 比较华丽一点的感觉 说明了屋主在一些配件上的选择 反而是会比较要求比较精细一点 邱逊大设计师为了增加空间的对话性 运用不同材质铺陈的视觉动线 既消弭空间混乱 并演绎出宽阔空间中另类的艺术风格 空间有时候太过完美 会让人觉得有点缺乏想象的空间 反而是有时候有一点残缺 有一点不对称 反而是在这种矛盾与冲突中 创造了一种颠覆传统的一个美学表现 因此我们在这个个案里面 我们希望以这样的角度去帮屋主去塑造 他理想中完美的一个空间 在有限的空间创造极大价值 如何以灵活实用的设计精准掌握每个细节 并雕着勾勒出专属幸福宅居 想看更多秋限大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